今天来教大家做冷翅兔 首先呢 这个兔子我们可以从网上买到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嫩一点的止兔 买回来之后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斩成小块 斩了多小呢 斩成我们指甲盖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把它斩开 像这个大了 我们还可以从中间把它斩小一点 指甲盖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小一点都没关系的 这个还大了 再可以切小一点 这个也可以切小一点 它本身都是休闲饰品 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切到 指甲盖大小就可以了 好 老姜把它切成很薄的片 二十克 大蒜五磅 盐三克 好 把它密封起来 放冰箱冷藏腌制两个小时 下面是炒至净 下面是炒至凸子的材料 干红辣椒结 四十五克 中出的辣椒粉 二十五克 把油倒进来 再把这个辣椒倒进来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七零三六五五四一九 七零三六五五四一九 稍微炒一下之后 把它捞出来 用个盘子装起来 油烧到冒清烟的时候 就把这个土豆倒进来 翻动 附入炒变色之后 再把神絲粉 三代八角粉 之间 翻一下 一整潮的干红辣椒 炒的时候 要不停地翻动 要不停地翻动 炒叨 食盐 花椒 冰糖 全部炒 全部倒进来 把它炒匀 现在这个汤汁呢 就比较粉浊 因为它是有水复合物 我们要把这个水汁全部炒干 剩下油 大致它会特别清凉 清亮的 炒到时候呢 要这样多翻动翻动 不然的话 它可能就会连锅 把它给炒熟了 大风炒软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夹出来 这个是不要的了 把它丢掉 不然的话 它会融合在里面 影响美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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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